最近不夠善良國民就是晚間 只要現在有個新風號是國民俗辣 國民什麼? 俗辣 我覺得蠻好的啊 就是我 從事影視長頁13年了 終於可以演到反派 我覺得蠻開心的 男人世界裡面的俗辣 沒有擔當 可是這都不夠善良 成國民俗辣 終於演到反派雙翻 蠻開心的 最近比較 情緒比較 要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我在追劇嘛 我在追劇 真的要喊一聲俗辣見過了 近期台開客震動參演熱播台劇 不夠善良的我們 是也喜歡徐維麗的臉下暖男 不獲得至她得如癌的消息 最後選擇轉身離開 這不夠善良的moment 讓客震動一席間變成國民俗辣 你叫她死了我怎麼辦 因為我中途受不了 放棄了她怎麼辦 所以你也是跟著哭有亂七八糟這樣 因為我其實劇本也是零零散散的 拍的時候導演沒有全部給我 我也是每個禮拜跟著大家一起吹 不要爆雷 但這是 其實沒有特別要說什麼 因為 其實在看劇本的時候 大概知道她的 我是因為她的選擇才接入戲 因為我覺得人生不會不一定 每件事情都會是 粉紅泡泡泡是完善的 我覺得這樣的轉折蠻有趣 對那至於是什麼樣轉折 希望大家可以進行去看 她說你哭得其實蠻帥的 哦沒有啦 表演都有在那個情況當下 我覺得整個劇組都有讓 每一位角色進入照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在看的當下是 就是為每一個人都有落淚 或是深思他們的選擇 都還好 因為可能跟著這個角色 蠻跟的蠻進去的 所以其實不管面對 怡塵也好 雨倫或者是韋寧 都蠻快就可以找到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耶 因為才剛播完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感想 所以多一點人 上平台都看到的時候 再看 大家可以上網聊 可不可以再上網 我覺得最後的導演的剪接 跟配樂 還有攝影呈現出來 是我真的有比我想像中更好 所以我其實還蠻開心 可以接到這個角色跟這個戲 你可以講什麼話嗎 我是跟韋寧殺心的 她有說很謝謝我參與 然後讓我這個角色越來越 往她心裡想要的樣子走 因為我覺得玉婷導演是個 非常溫暖的人 所以其實她常常在現場 講一些話 或是殺心講的話 就會讓你很激動 在看這齣劇的時候 就有傳訊息給韋寧 也有傳訊息給導演說 謝謝你在這段時間 讓我認識的這個角色 認識你 說她真的不行 說她結果 一句話有 你看著凱凱最近兩部很紅的過程 我上一段一個 有有完整的那個愛愛我有看完 因為我看劇是我很怕等的那種人 所以我是一定要趕快等到她 就是我知道最近已經有結局了 所以我最近可以立刻趕快把她趕上 可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